我们讨论bargian c 他说Mass of Barticle是叫 TotalMass 是这样 Calculate the total mass for 这么多同样的Barticle 然后还有我们找他的那一个 AnswerInstantable 所以他的TotalMass呢就是 直接乘嘛 OK So 你心里想啊 一个是7.5 然后5个是多少 你直接7.5乘5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等于这个 然后 再乘 这一个 这么多 然后再乘 这一个 这样 OK 好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 7.51 减4 乘517 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个 然后他要我们写成那个Standard Form 1234 所以他是3.75乘10 多小时 OK OK 好 然后 然后 A Bicycle View have a circumference C等于这个 然后他make这么多turn Calculate the total distance 所以他 一圈就百气了啊 circumference 就是他走的距离了啊 这样 total distance就直接这个乘这个罢了啦 哎呦 但是他这边还要km 这个是cm 所以他的total distance 会是等于 这个 6乘10 然后6乘 百气 cm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是 616 乘 百气 所以他这个是 这么多 他就等于这么多cm 10 02 然后1234 1234 567 123 123 然后我们 cm 1m的时候除100 m1km的时候除1000 OK 所以这个原本是cm 所以他变成10200km OK 10200km 也就是1.02 乘10 4 km 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我是不会跟他换成standard form的 因为 上面的题目是standard form 然后这题顺着一起 的小题 所以我觉得他是standard form了 so在这一边 他说 他redond with 1.600 calculate the length qr in cm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qr呢 他是等于 36米 然后也3600cm 然后我们 drawing to object OK drawing to image drawing to object drawing to object 是1比600 是1比600 然后在这一边真正的是3600 然后这个是x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3600乘以除600 所以他是6cm 所以他是6cm 所以他qr是60cm qr drawing of qr是60m 来 接着呢 drawing of qr是60m 然后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就直接除6罢了啦 直接除6而已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要我们redraw 用1比600 ok 所以你就想象一下他其实只是除6而已 所以除6的时候呢 你在这一边你这个是 6636 6848 622 6424 这个也是6 6加20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有6加28 24 68 够啦 ok好 这样子 呃 我就以这一个 这一边6 123 456 下来 ok 然后 接着呢 这个是8 24 6 88 在这一边 OK 然后接着这一个又来6 然后 接着这一个是2 622 6424 ok 然后剩下的就直接连接起来 嗯 就是这样 ok 先label一下 这一个是q p 然后 r s e u 嗯 好来 接着再来这一边 在这个图里面 pqr 是tan to the circle 然后 还有我们算x跟y的value ok 到tan的情况之下呢 这一边就是90度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会是等于180 减掉90 再减掉38 所以他这一边是52度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这一边是一个直角三角星 ok 然后接着我要找x的时候就非常简单 因为在x这一边呢 他其实是一个 等腰三角星来的 他是一个等腰三角星 所以这个等腰对人角 这个是x 然后刚刚这一边是90度 ok 所以我就有 两个x加 52度 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呢 会是 百八减52 除以2 所以在这一边 百八 减 52 除以2 然后拿到x64度 所以x64度 我的y呢 这个是国旗的那个样子 国旗的样子呢 就是在家的是肥的 在外面是瘦的 所以他是 两杯啊 里面是外面的两杯 可以这样啊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52 然后这个y就会是等于 52度除以2 所以他是26度 ok 所以我的x等于64度 y等于26度 好接着在这一边呢 他abc 还有bde b跟cdf是直线 然后我们找n 的value ok so在这一边我又有蝴蝶 这个30度 这个也是30度 然后 这个 42度 这个也是42度 所以这个其实是蝴蝶 蝴蝶是这样的 这个butterfly 所以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30度都不用看 我直接看这边就可以了 所有的n呢 会是180度 减掉110度 再减掉42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180 然后减 110 再减 42 所以我拿到 28度 ok 好 接着我们看第27题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composite solid 然后abef ok abef 然后还有bcde 是 pand来的 base来的 然后 g a是垂直的 jb 然后 i e h f 然后 q r m l pc nd 都是垂直的 然后他告诉我 kl rx klrx 是 平的 然后 mpq也是 平的 然后gh gh gh 是斜面来的 然后他要我们找pan pan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 我大的那个底 以这个为最主要的大的底 然后我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 这一条线 ij 然后ks 然后他就会在 eb这边看到 同样的我的这个mq lr 都会在这一边可以看到 所以我在这个画的时候呢 这个是6 然后这边是3 OK 然后 这个是4 所以这边是3 3 4 3 6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3 4 3 6 这个就是他的pan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pan 然后他要我们elevation从y那边看 从y那边看的时候呢 我们最大的那一面呢 其实是这一面 gh je 这一面是最大的那一面 我从y这边看过来的时候 OK 光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是这一边 然后这个是7cm 这一边是6cm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条线是我看得到的 ok 然后这一边是336 所以他是1cm 所以在这边我直接看得到的这个是1cm 然后过后呢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 4cm我也是直接看得到的mq也是这一条 所以是在这一边 所以他4cm的话呢 1234 他4cm 然后 就是说这一边是4 这边是2 这边是1 然后 比较特别的是哪里呢 比较特别的是lr lr我直接看过来我看不到 ks我也是直接看过来看不到 可是我知道他是存在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 你看不到但是他存在的 这个我们就用曲线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这个就是3 然后1 然后21这样 ok 所以他 这一个应该会是这样 3 曲线 121 ok 所以他这一个会是这样 从y这边看会是这样 好 b的这边他要我们convert to general form standard form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全部搬去一边 所以他是2x-y 加8等于0 给我我是觉得这样啦 可是有一些 课本呢他是2x-y等于-8 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一边他是这样等于0的 ok so我sbm的时候我们的mx他是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写 然后我们convert的课本是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写 radian form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写成 什么 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是这样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我把它全部搬去一边 那就变成general form 然后这个我要把它写成y等于mx加7 我把这个搬过去 2x加8等于1 所以y等于2x加8 然后我要写成intercept form的话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了 这一个翻过来 这个翻过去 所以我就8等于y-2x 然后接着我全部一起除8 除8 除8 所以我除8之后呢 这个配约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 1等于y per 8 减 x per 4 所以它是 x per 减4 加y per 8 1 我喜欢这样写啊 因为这样我就很明显知道 减4是x intercept 8是y intercept 所以它这一个 对 它的写法跟我的写法一样 ok 好 在这一边还要我们 calculate 这一个 so square root 64是8 然后2 power 3也是8 然后power 2 除 这一个 cube root of 这个东西的时候 16跟54我都是 2的倍数 我除2的时候 28 16 27 所以它会变成16 square 除 这个是 -23 ok 因为 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我没有按计算机 如果你按计算机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 这个是-23 ok 所以它会变成-23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就16 q 16 square是256 除变成成 -302 所以它这一个 这一边就越减 122 然后128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16 square 是256 然后乘 302 它就会变成384 现在有380 所以它答案是-384 这样 这一个就是它答案了 好 然后 接着 我们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 这一个呢 它的 越减 ok so我们这一节 你看到它不是直接perfect square的话 你就自己越减一下 然后 34 32 然后39 27 乘36 加 q root 8 3824 27 然后 square root 这个就 203 乘36 加 这个是302 OK 然后 133 然后12 所以它变成24加 1u 1 所以它答案是 25u 1 这一种题目呢 我们要检查它对不对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在计算机按 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它出来的答案是一样的 这样就是对的 OK 2 power 3 OK 2 power 3 整个东西square 除 然后 q root 2 power 3 power 2 power OK 16 4 4 所以它这个是 3 power 3 power 最正确 然后下面这一题 Square root 12 4 power 27 OK 12 4 power 27 然后再来乘6 4 power 4 power Cube root 3加 这一个 3 8 OK 所以是 51 51 2是 25.5 所以是 25u 1 OK 25u 1 好 25u 1 OK 好 接着这一题呢 它要我们用 elimination method 跟它不散 就是加减效员法 OK so 如果我们用加减效员法的话 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我就会拿equation1来乘 4 所以它就会变成 5 4 20 4 32 等于4 equation2我乘3 3次21 然后 4 32 12 3 2 6 这个equation3 equation4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都是加12x 然后我就可以拿我的 equation4 减equation3 这个时候 21x 减 20x 它剩下x 然后6减4 2 我就拿到 x等于2 然后我就可以sub我的x等于2 into equation1的时候 5 2加3y等于1 然后我的3y等于negative9 y等于negative3 所以x等于2 y等于negative3 so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用计算机直接按答案出来 mode 然后第10个equation 第1个simultaneous x2 x2 unknown 5等于3 等于1 等于7 等于4 等于2 等于 所以x等于2 y等于减算 我们计算机可以直接检查答案 OK OK 好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algebra 这个state的coefficient of q 所以他是-p v3 coefficient of-v3 是pq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 coefficient 其实应该是unknown 的coefficient 我们没有讲号码的coefficient 所以这题其实是有问题 好接着我们看第29题 这一边他有一个八边形 abcdfgh 然后他要locus of point q distance is constantly 3unit from straight line ab 3unit from ab ab是在这一边 然后距离他3unit的话就是这一条 OK 然后他的locus呢 他有讲是inside the octagon嘛 在这一边diagram draw OK不用紧啦 正常都是inside的啦 OK 这个是locus q so这个是locus q 这个是一条线 距离那条线3unit R呢是 6unit from point a 6unit from point a的时候呢 他这个是一个点 一个点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在这一边 一个点他要6unit 246 OK6unit from这一边 然后246 OK 好的这个 圆圈呢应该是这样 OK 然后 是 这样 好 好 所以你在圆轨的时候呢 你就插在这一边 然后6unit 开到b 然后转 然后这个呢是locus 啊 然后接着s的情况之下呢 ab s cbs 所以ab s 跟cbs ab s cbs 他脚平分线哦 所以他要的其实是这个部分的脚平分线 他的脚平分线的情况之下呢 哇 这个 我这边我就很难画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其实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插在b 然后我这边点一点 然后 这一边也点一点 这样 然后过后呢 我再点点 然后再跟他这样 写上去 他就会拿到这两个的脚平分线 这两个的脚平分线的话呢 哎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他理论上来讲我们霸边形 呃 霸边形的话 他就是霸 减 2 然后 乘 108 然后再除 8个边 135 除2 然后他这个是67.5 67.5他大概是在这一边这样上去的吧 应该是类似是这样的啦 OK 呃我们看一看他给的答案 他是在这一边他是 左边一撇右边一撇然后再过去这样 OK然后他这一边 呃我阿嘎阿嘎123 123 4 5 6 36这个部分 OK 我在这一边 123 24 6 这一个地方 OK 阿嘎阿嘎是这样的东西了 嗯 这个是 123 24 6 OK 好 哎其实就直接一半嘛了啊 这样 然后你就插在这一边上面撇一撇 插在这一边上面撇一撇 这样 OK 好 接着呢他要 这一个 这个是 locus s OK 脚平根线 然后他就在这一边的时候他的 ABS跟CBS 会是一样的 ABS 跟CBS的 角度一样 脚平根线 然后他要QR交界的地方 画一个 这个symbol Q 跟R 交界的地方是这一边 好 就是这样 这一题是locus的 好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在一个数学quise里面 每一个 参赛者有15题题目 然后 对的 给5分 然后错的 扣2.5分 没有回答的情况之下 扣半分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个是 回答10题 so他总共有15题嘛 他 回答对的10题 回答错的3题 然后 没有 回答的 unanswer的 他这个就2题 总共有15题嘛 10加3 13 9加43 他也是2题 然后这个是4题 OK 在这个乘务 在减掉 这个乘2.5 然后再减掉 这个乘0.5 OK 没有回答的扣0.5分 so 3的分数是最低的 不用看都知道是 T1的分数最低的 因为他答对最少啊 嗯 然后空的又跟他一样多 所以我们不用去算了啦 但是 我算出来了 10乘5 减3乘2.5 减2乘0.5 so这个是41.5 这个是Hustling的 OK Hustling是41.5 然后 接着呢 我们的 这个是9乘5 然后 4乘2.5 然后再来 2乘0.5 这个是34分 然后 那个这个是低翻的 然后Daniel的 就 11乘5 减4乘0.5 然后这个是53分 我高 OK so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最哪 最低翻了咯 so 这个是Hustling的 然后这个是T1的 OK 所以 呃 那个T1 LOWEST咯 OK So T1 Get the LOWEST 这样 so T1拿到最低一份 就是这样 接着我们看C的这一题 so 在这一边 他要我们 List All The Integer of W 或这一个 这一题呢 他有两种做法 这个是4man Chapter 7的题目 他那两种做法是什么呢 高手的做法是这样 全部一起加3 加3 加3 他就变成8 2W 然后18 再全部一起除2 除2 除2 4 W 然后 然后这个是9 所以W等于4 5 6 7 8 9 解决 这一个 另一种比较稳的方法呢 是这样 2W-3 2W-3 小过15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它其实是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一些题目啦 它是 不可以用第1种方法做的 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用第2种方法 就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变成两个 Equation 所以我就有8小过等于2W 4小过等于W 所以我的W大过等于4 然后2W小过等于18 W小过9 所以我这边有4跟9 大过等于4 小过9 所以我的W是在 4跟9之间 包括4不包括9 所以这个答案 跟 刚刚这个答案一样 所以我的W等于4 5 6 7 8 不包括9 OK 可是用第1个方法 会比较快 但是第1个方法不是 每一个同学都会的 好接着我们看第30题 呃 一个 卖水果的 它有一些苹果跟一些橙 它Ratial是4比7 它卖掉246粒 orange 再买246粒苹果 然后他们就有 Equal number of apple and orange Toculate the number of apple he have apples 所以他的这个 什么 Apple to orange呢 是 4比7 所以我就可以说 Apple呢 是4的倍数 是4k orange呢 是7的倍数 7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4比7 4跟7的倍数 所以他是 4k 7k 因为428 7 24 然后最后他还是会4比7 所以他是 k倍 所以他的4k呢 加246 会等于7k 减掉246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246加26 然后他会是等于7k减4k 然后这个是3k 12 9 492 所有的k会是等于492除3 164 OK 所以我的这个Apple呢 会是等于4 164 4416 6424 然后 656 所以他答案是656 好 然后这一题呢如果你的concept够强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 还有另一种做法 你看他是4比7 然后 他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4比7嘛 所以你就心里想啊 他在这一边他是1234 然后另外一个呢他是1234567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他减掉246跟这个加246他其实是同等 他加的东西跟他减的东西是同等 所以同等的情况之下我这一个他就可以变成123 12310 这一个呢就变成一 一半 这个加一一半 对吗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加一粒半的情况之下 这一粒半其实是246 这个我减掉一粒半的情况之下 一粒半是246 所以我的k呢就会是等于 246除1.5 然后是164 所以我直接拿到我的k会是等于164 所以他一粒代表的是164 直接164 所以苹果原本的是4乘164 65 好 来 接着我们 再来看下一题 然后我们找 叫x跟y的value ok so 习惯上等腰对等脚 然后对面等于对面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180 减掉我的2 再除2 他得到的是64 ok 所以这个地方是64 ok 好 好 然后 我们 就可以知道 他zick 这个是x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边平行 比这一边 然后zick zick zick的话呢 他就是 alternate angle ok 这一边他平行 然后alternate angle 所以这个是x 所以我的x呢 就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他会是等于180 8 减掉80 再减掉64 所以我拿到我的x等于36 ok 然后 我知道x等于36之后呢 我这一边是36了 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是等于 啊 其实这个也是zick 这个地方就64 这个我不用算了64 他也是zick 所以我的y呢 会是180 减掉90 再减掉64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26 所以这个是y 所以y等于这个 接着在这一边 他说abc是一条直线 然后他要我们找mm的value so这个是40 360 减320 会是等于 40度 所以他的mzick 会是等于40度 然后 这一边这样zick 40度 这边zick 这个也是40度 ok so 他两个zick 第一个zick 是这样 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平行 然后他是这样 所以他这一个跟这个平行 这个40 这个40 然后接着呢 这一个 跟这个平行 他又在zick 所以这个40 这个也是40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m加m加40等于180 他是一条直线 两个m等于140度 所以m等于70度 好就是这样 好 接着在下面这一题 他说abcd是一个正方形 涂回的部分也是正方形 然后他说area of abcd是360 Total area of shaded region in这个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知道他这一个其实是他的一半 so我的这个 square root 360的话呢 他会是等于6square sheet 所以他这整个是6square sheet so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让我的这个整个是x 这整个也是x 所以我的x square会是等于360 x等于square root 360 然后他会变成6square sheet 然后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 所以我的这个我给他是m 我的am呢 就会是6square sheet除2 他就是3square sheet OK 所以我这一边这个第一个我让他是ae ae是3square sheet乘3square sheet 所以他会变成90 gm square OK 好 接着呢 在这一边我的bd的时候 OK 在这一个地方我要找bd 好 我要找bd的情况之下呢 呃 他是这样的 我的 bd bd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刚刚的这个是6square sheet的square 加6square sheet的square 这个是x6square 是吗 6square sheet的square加6square 10的square 所以他在这一边6square 10 我square他他是360 所以360加360 然后他这一个是square 720 所以是12square 720 12square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知道这一个是45度 这一边90度 这一边90度 所以这个是45度 这个跟这个同样长度 这一边也90度 这一边也是45 这个也是45 这两边也是一样长度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三个平分 OK 所以bcd 我在这边我给他pq啊 所有的pq呢是12square root 5 除3 所以他是4square root 5 所以我这个是area2的时候 他就是4square root 5 乘4square root 5 50 20 80 unit square OK 80cm square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的area of shaded region 会是90加80 等于170cm square 好 就是这样 好 我们看第31题 第31题呢 你的那个form2 chapter2 的基础不够好的话 你这题你不会做 呃 4个term 我们一样的东西抽出来 4x抽出来 y-3z 然后 5w抽出来 y-3z 然后他在这边呢 之后 他的分母这一边呢 12抽出来 5y-2z 除变成成的 除变成成 45的话呢 LOV 在这一边 这个是 呃 9 9 抽出来 然后 然后不要啦,这个9抽出来 然后5y-2z 然后它的分母的部分 因为除变成的时候,它上下就倒反 然后一样的是2x抽出来 y-3z 然后这个加减-加的时候,我要抽减 -w抽出来,变成y-3z 所以它上面这个是4x加5w 4x加5w 4x加5w y-3z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个是12挂幅5y-2z 乘9挂幅5y-2z 虽然讲我那个5y-2z我可以直接越减了 但是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全部factorize完了,我才会越减 2x-w y-3z 好 这个时候y-3z,y-3z 1 然后5y-2z,5y-2z 1 3-3z 3-3z 4-3z 所以它的这个呢,就会变成3挂幅4x加5w over4挂幅2x-w 我会留着这样 我不给它乘进去 让老师知道我已经factor完了 然后剩下的是不能够越减 V的这一题才让我们express y in terms of x 所以这个很简单而已哦 这一个我就全部乘5 他就变成y啊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乘5乘5乘5的时候 我就有5把6-10x2等于y 所以我的y等于5把6-10x2 好,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不过我看一下他提供的答案是这样 5把6-10x2 对 然后他的x等于-2的时候 y就会变成5把6-10-2的square 所以5把6-40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39又六分之一 ok 5把6 然后-40 所以他这一个呢 那其实我把它换成带分数的话 是这样 对了 所以他这一个是这样 ok -2-3-5把6 -2-3-5把6 ok 好 在这一边还有我们construct regular hexagon hexagon so with style 4cm 这个呢 我们首先呢 就拿一个圆规 然后这个圆规呢 你就radius开到4cm 你放在扯上面 然后你开到4cm 然后你就转一圈 接着你再随便一个点开始 随便一个点开始 那个点你可以是在这一边 你在这个点开始 然后你还是跟着4cm 然后你在这一边 撇一撇 然后过后你再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点 你也这样 然后撇一撇 然后接着你再来这一边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 然后再撇一撇 然后你再来这一边呢 之后 这一个 呃 撇一撇 ok 然后接着你来这一边 这一个 再撇一撇 ok 然后接着你把这些连接起来 他就是一个 regular hexagon with side 4cm so 在这一边 你再把他这一些连接起来 这一个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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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变成了 呃 正 六边形 好 这一边我就把Pen Asia的 把他给我们计计讨论完